你看他没有为这个330专门做一个 它自然是贴的 你们行吗 这也太敷衍了吧 对 然后是我们一个老客户前两天说自己订了一台这个车 说要来贴膜 然后昨天刚刚提完车上了牌就直接过来 对 整体的样子还是非常的帅的 给大家看一下 有这么一个V6的logo 然后后排是后排这个是有330的坦克330长城坦克越野 对 然后它这个全车都是AT胎都已经配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V6 这台车是V6的发动机 对 然后前车是一个磨砂灰的车漆 整个是磨砂灰的车漆 看起来质感还是不错 前面 我刚才前面忘了说了 这里有原厂的一个脚盘在这里 这里是个假的 应该是螺丝钉的 从头口都没有口 对 整个还是看起来不错 非常的硬派越野 然后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深铁的踏板 这个有点像上次我们看到的那台红山 整个车的一个内饰 内饰整体的一个感觉坐上来 除了这个机盖上面 给我的感觉那个机盖上面加的这一块 有点挡视线 然后整体的那个前挡的视野 不是特别的宽吧 反正跟木马仁有点类似 木马仁有点类似 然后后排可以看到 然后这么一个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 对 然后这台车呢 原车就是V6的发动机 这个车主呢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从他原来是开一台卡业的 然后后来玩自行车 那自行车估计都十万左右了 然后又玩摩德车 然后呢 现在又开始玩到一个越野了 开始他说去年好像是去了一趟西藏吧 然后他想有一台车可以去穿越这个 无人区啊怎么样的 本来呢是有打算买这个猎妈猛禽的 但是后来无意间这个车弹出来了 这个车弹出来了 然后到网上去买的时候呢 已经没有名额了 最后呢他在咸鱼上面 刚好是看到有人挂这个名额嘛 转手这个名额 然后他就把它给买了 然后就订了这么一台车 反正价格低嘛 弄好的话大概三十五六万嘛 三十五六万 对然后有这么一个V6的 然后这么一个基本上属于改好的一个状态嘛 所以说他觉得可以先玩一下啊 相比那个猎马猛禽的话 可以买好几台这个车了嘛 那我说为什么不买那个吉普的那个木马人啊 什么的啊 但他说这个国产的 现在长城的这个坦克啊 这个做的这种质感啊 或者说他的驾驶体验啊 或者其他方方面面的 他觉得都基本上已经超越那个吉普了啊 对只是吉普的价格比他可能贵个十节二十万的吧 对啊 他觉得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所以说就买了这么一台车 然后呢 他车呢 因为是哑光车漆嘛 所以说他这个车呢 就必须配我们的哑光车衣 哑光车衣啊 没有没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个我们外面太吵了 前面在敲板筋 然后里面的隔音 大家可以感觉到啊 可以说非常好 非常好 对 然后他的车呢 全车是哑光的车漆 所以说没办法 他只能配 要保护的话 只能配那个哑光的车衣啊 所以说这台车的外观呢 我们是贴着哑光的车衣 然后玻璃部分呢 我推荐他贴我们丹隆的黑五四绿光膜 绿光膜 因为你这个 以后可能要去脏区啊 或者怎么样的这种 这个这个的光线中的这种有害色线会比较多啊 不单单隔那个紫外线 红外线啊 连那个其他的有害色线的 我们这个单龙的绿光膜呢 能把它给绿掉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前档也有黑色的 但是里面看外面 正常情况下是不影响视线啊 但是外面看里面的整个车就非常的酷啊 非常的酷 4A2H4H4L啊 这个档位呢 做的也非常的帅 这个字感 握持的字感还是不错的啊 还是不错的 包括我昨天 这里还有一个钟表啊 空调口 整个整体的字感还OK 还OK啊 包括昨天我说 我们把车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看这个 往前 倒档啊 倒档呢 可以看到这个 360啊 倒车影像啊 清晰度都是非常的好啊 特别这么高的一个车啊 前面视角视野都看不清 这个 有这个360的辅助呢 就非常的舒服啊 非常舒服 后排的空间 后排我坐一下 给大家感受一下 后排还是挺宽敞的啊 挺宽敞的 感觉还OK啊 后排 我之前坐木马的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因为我们很少贴到这种硬派的越野车啊 对 然后我感觉后排 应该比我印象中的那个木马人的后排坐起来要舒服的啊 坐起来要舒服啊 他的这个保护膜都还没有湿 对 整体的一个空间是吧 然后这上面都有一个 扶手啊 扶手 后排的扶手 然后后面第三排 对 第三排呢 昨天他拿车的时候呢 一上完牌就去把这个大灯给换了啊 大灯给换了 这是洗车机啊 这是洗车机 就是昨天他大灯呢直接换了 列马款大灯总成啊 后排箱不是很大啊 不是很大 这种车就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了 后面还有一个拖车钩 啊 对 整体的感觉 我觉得三十几万买这个车 呃 我都有点心动了啊 不知道你们呢 有没有兴趣买这个车 你 打赏 是 你 你 你 还是